3月9號上午 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眼科副主任醫師 朱和平因武漢肺炎去世 這是繼李文亮、江學慶和梅仲明之後 武漢中心醫院殉職的第四位醫生 使得這家醫院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 根據武漢市中心醫院官網介紹 朱和平是眼科副主任醫師 《財信網》3月9號報導說 66歲的朱和平是退休後返聘 一直在南京路眼科門診工作 主要負責眼底造影檢查和激光手術 報導還透露 朱和平醫生在2月3號 開始出現相應症狀 他一方面居家隔離 一方面在外院看病等床位 一直到2月18號病重了 才打電話給中心醫院 當天被收治 第二天被轉入武漢市協和醫院西區 3月8號晚間 朱和平醫生病情惡化 9號上午搶救無效去世 此前這家醫院的眼科醫生李文亮 甲壯縣乳縣外科主任醫師江學慶 眼科主任醫師梅仲明 分別在2月7號 3月1號和3月3號因武漢肺炎去世 武漢市中心醫院被曝光 是職工感染最多的醫院之一 大陸澎湃新聞引述知情人的消息說 目前有超過200名職工感染 三個副院長被感染 一個護理部主任感染 多個科室主任正在用ECMO維持 多個主任醫師上呼吸機 多個一線醫護經歷了生死一線 急診科損失慘重 腫瘤科倒下近20個醫護人員 外界再次關注武漢市中心醫院作為三級甲等醫院 為什麼醫護感染如此嚴重 防護設備嚴重不足 那麼第三個原因是什麼呢 它的第一線人員緊張 受到疲勞 免疫力自然下降 根據大陸中國新聞週刊2月17號的報導 去年12月中旬開始 武漢市中心醫院就接診了武漢肺炎病患 進入今年1月 醫院接收的發熱患者 像火山噴發一樣增加 臺灣腎臟科專科醫師江守山表示 當代言患者太多 沒有適當分流的時候 會把醫院變成一個高傳染性的場所 空氣中充斥著高濃度的病毒 醫護人員很容易感染 而醫護人員感染 醫療系統崩潰 上級單位脫不了責任 或類似這種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死灰的失蹈 才會讓整個醫療系統崩潰 讓那麼多醫護人員受到感染的傷害 武漢市中心醫院那麼多職工倒下 之前卻很少有曝光 網上一篇 一名武漢中心醫院醫生的字述說 我們不敢說 我們害怕 害怕進入輿論風暴的中心而無法自拔 我們害怕再次經歷好戰友 李文亮醫生事件的全國聲討、抵制和打壓 不過 中共當局的掩蓋仍在持續 3月10號 黨媒《人民日報》社主辦的人物期刊 在封面故事《武漢醫生》中 採訪了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 李文亮當初公布的病毒檢測報告 就是從他那裡流出來的 他堪稱是這次疫情中的發燒人 不過 這篇報導立刻遭到大範圍封殺 曾經轉發的大陸新聞媒體 也迅速將文章刪除